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一部热播剧《龙丽迷哭》,不知道大家是否看了呢? 刚出现的遮忽哨也算给大家一个惊喜 在原著上,他不是一个正派人士,本身戾气很重,还有不少的人命在手 随后在了尘大师的规劝下,他决定远走美国隐居 但是在电视剧中,却把这个角色塑造成了一个完美人士 对比原著,电视剧版的遮忽哨少了许多的杀气 算得上是心词手软 比如在书中,遮忽哨在渡船上,不是叫老毛子坏蛋跳河,而是打死 还有,他们下墓时,根本不是托马斯自己好奇想跟着 而是遮忽哨想着,万一有机关,也好叫他去滚机关 不得不说,想法确实很辣 事实上,最后师徒俩一死一残 倒是托马斯受他们的保护跑了出来 因缘际会,托马斯带少爷去美国 在书上,遮忽哨自带三分匪气 同时他也有狭义之风 做事可谓是十分无情 在见胡国华时,他说顺手把太胡匪解决了 这样的少爷不酷吗? 这就减弱了人物后面转变的力度 戏剧张力大受影响 明明是一个很复杂的人 被塑造得太过单一,实在是败笔 感官高伟光饰演的这个角色 却给人感觉把这个人物给演活了 在这部剧里,用三集的故事叙述了这个人物 遮忽哨也应该是形象和演技最成功的鬼垂灯主角之一 遮忽哨无论是人物性格还是个人能力 都被高伟光这个演员演绎得十分到位 在这部剧中的遮忽哨 远比《怒情湘西》里的遮忽哨人设更好 短短三集内容完全展现出了对方的自信和机制 早在《怒情湘西》中 高伟光所实验的角色就令人印象深刻 与原著粉镜中的遮忽哨相差无异 在当时陈玉楼身陷危机 有幸得遮忽哨出手相救 才逃过一劫 铁花缭乱的闯关场面 让人窒息的同时也被强烈地吸引着 此外,不可否认演员的选角选得太好了 在原著中,这个人物外形比较帅气 还有一些西域血统 无力方面更是绝顶 而此次选中高伟光来实验这个角色真的绝了 想必在千万个人里面都找不到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人选吧 对此各位小伙伴们你们怎么看呢 你认为由高伟光誓言的遮忽哨怎么样呢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进行评论留言 小编期待与大家进行讨论回复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们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小伙伴们别忘了点赞加关注